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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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以前是吃電的 還是哪裡 吃電的 以前我們都是 都說五角到這幾天 兩邊邊都有採電條 都砍到電池 電池是鋪到這個梯 我們這裡有電人走 最主要是說 這條電池不要扔下來 這就不扔 就是這個 這綽電線的地方 不要扔下來 就是不要讓電線滑下來 把會整個扯下來 這樣比較危險 對 就是現在 做法務官的電池 要收起來比較危險 比較危險 吃肉體 肉體 你電它開下去 就是所以 比較簡單 現在就吃電池 蓄電池 就比較安全一點 這樣 因為我之前有看過 阿明有說過 是坐在這裡 對 現在是 這樣 放下去 開 分色分大 直接開去 好 你可以看看 你先試 你先試 我等一下來試 你先試 你先試 這不用咬腳 不然 像這個海梯 露火梯 你也是要曬 人家也要曬 有人家來 你都曬 對 這個有露火 沒有炒 龐龐龐 這樣就跑了 對 這樣就跑了 這支是分近分慢 對 比較長的那支 近慢 這支 這樣四彎就沒電了 這支是在 前進後退是這支 對 這是近慢 好啊 這樣我來試看看好嗎 好 阿嬤慢 放心讓我試試看 你不怕我怎麼曬 我平車 這樣 可以麻煩一下嗎 好 謝謝 好 這樣我來試看看 這個位置 基本上就比較小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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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開下去 這個把它攪拌 好 唉唷 這樣搬一下就會動了 唉唷 這樣搬一下就會動了 阿你如果要開頭 裡面還可以招這支 這樣 可以 唉唷 唉唷 動了喔 阿這個剛剛有煞車啊 煞車喔 沒有電就是煞車 阿 螢螢就是動 阿現在要搬過來 就是這邊搬過來 對 然後在 到底的話就可以搬出了 然後這根長的 長頂在往這邊吹 欸!被動了 欸!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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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差一點 然後這個煞車 向斑向盤這就是煞車 欸! 會開礦車囉 前進百步、前進百步 很難耶 不過待會要分岔的話 感覺就比較恐怖了 噢!謝謝謝謝 謝謝!這樣速成斑 我可以領割腳嗎? 領割腳,可以啦 可以啦 齁! 這個體驗一下 阿嬤一開就是30公斤 30公斤 這樣可以煞嗎? 那人的錢怎麼可以煞 會煞,不用怎麼做 那人的錢怎麼可以煞 對啦 都要吃骨子這樣齁 不能說煞 都自己做自己賺 對啦 待會油籃車就要來嗎? 對,也沒有啦 等一下會有三車的 新加坡的遊客會來到這邊 那就要分三批 載他們前面去欣賞沿途的風光 那你會跟他們解釋嗎? 我們這裡有宵舊跟警務人來解釋 喔!有專門的導覽員 會跟他解釋這樣齁 對齁 我是今天要去這裡 不過這開車是很重要的 負責整個安全 辛苦耶! 等一下就要坐阿嬤開的礦車 這很難得的體驗 你可以坐在這裡 哈囉 可以嗎? 可以 謝謝 好,謝謝 你好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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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嗎? 可以嗎? 可以 可以講中文嗎? 可以 那你剛剛聽得懂啊 你是從新加坡來的 對,我是新加坡 新加坡 好 那等一下我就坐在你旁邊 一起看風景 OK 這裡是前面喔 前面我們要往外面 哪裡是前面 那邊是外面 好 那邊是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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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怕 那邊是外面 礦車會從這個礦坑口出發 然後到了洩梅的地方 車頭會掉過來 再從頭換到尾 然後再圍塵 這樣一趟的話 大概20多個左右 還蠻好玩的 沿途可以看到 蠻多景色 過去的一些歷史遺跡 那很多小朋友啊 甚至媽媽媽媽 阿嬤阿嬤都可以來坐 找照協宜啊 推薦大家來坐一趟 放車體驗或者採礦 也沒這什麼 獨眼小僧 拖著一群新加坡遊客 不知道他們會不會拿來 和新加坡聖陶沙的 油圓輕軌車較量一下 比較起來 礦車在舒適度半 趣味性盛 沿途的舍石山 綠色隧道 還有早年電器化的路線遺跡 那是觀光化的盛陶沙沒有的 石林林的鐵道 柔和田野風光 和礦鄉人文的景致 跟沒有記憶的熱帶島嶼 更是截然不同 尤其我們的礦車駕駛 是一位技巧高超的歐巴桑 乘客都有機會欣賞他的美技 現在運煤車已經暫時到一個終點 終點是中間的鐘 那這終點站是 當時運煤的車會運到這邊 前面有一個翻車台 會把這個煤就運下來 然後藉由那翻車台 再運到下面去選煤 那現在車就是暫時到這個地方 現在阿姨現在車開過來了 他車要掉頭 他車從最前面然後又掉到後面去 他變成車頭 那待會兒我們就是從這邊 要繼續再往回走 遊客和麥哥都看得一愣一愣的 大家都是第一次看到火車 用這種接近純手動的方式掉頭 特別是阿姨的手腳利落 毫不遲疑地解開連結 在軌道上來來回回 把車頭開到列車尾端 重新連上列車 然後後隊做前隊完成掉頭任務 大家看到的不只是鹹熟的技巧 更是台灣女性的果敢和氣魄 事實上這段路就是過去的運煤行程 阿姨跑了幾十年 難怪輕車熟路 無論是礦工還是遊客 對她的技術都十分服氣 過去她駕駛煤車 從坑道口拉煤到這裡 再用翻車台把煤車傾斜到席選場 席選之後 裝上35噸的運煤斗車 再往十分車站 獨眼小僧送走新加坡遊客之後 又在阿姨的駕馭下回頭接外警隊 這是阿姨工作了八小時之後的額外行程 趕著回家煮飯的阿姨 大概怕我們開口要她停車拍攝 突然飆起車來 一行人大氣都不敢喘一下 腦海裡孤月兒童的響起 紅貝亞說過 煤車失事時 只看到燈光連成一線的情景 還好煤車安全近戰 這時候只看到歸心四肩的阿姨 跳下機車頭解開連結 然後又跳上機車頭 望著獨眼小僧離我們遠去 我們又看見阿姨那種 從雲林海邊帶來的果決剛毅的性子 大家看著獨眼小僧 莫不滿懷敬意 founder and Faiz 還有一個女子 大家看著獨眼小僧 我們下級的房間 得太那麼简